现在我们恭请大会贵宾 中国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副院长 借向大和尚 佛法谢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费宣大和尚 各位华士 各位佛法居士 非常荣幸 也是得为成有的这样的一种殊胜姻缘 巧遇 肺遇 大法师 今天在毗卢寺 见识八十朝年庆的时刻 来新加坡做佛法开示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刚好这两天在光明山参加他们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就跟这边的法师联系说 肺遇法师来做佛法开示 我说我一定要来学习 来请教 我们中国大陆 我们中国大陆很多法师以及信徒 都称之为小诗家 因为这个法师呢 无论在哪里 倒是开示的时候 都充满着智慧 无论到什么地方 他的说法 射中很多 应激四教 每一位信众 对我们汇率大法师呢 都是非常的敬仰 包括我在内也是一样的 所以新加坡的局势很有福报 很有福报 当然这个也要 各位呢 要感恩我们的慧雄法师 很会安排 慧雄法师呢 也是一位 这个德高万众的 长老级的法师 在我们中国大陆 也很有影响 他呢 为人非常的随缘随和 我们在中国大陆那边的 很多地方的活动 都会看到 我们慧雄大和尚的身影 因为他很慈悲 只要有活动 请他 他能够安排的 他都会出场 所以这一点呢 也很值得 我来学习 所以在新加坡 这个毗卢市 开山八十招年之际 请慧雷法师 来做佛法开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殊胜因缘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要很好的珍惜和感恩 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大的一个道场 暂时借用或者是作为道场来讲 今天这样多的这个佛法局势 来互惠这一场难得的佛法盛宴 确确实实实是 我还是感觉到说 心里非常充满的滑稀 所以我刚才一下车的时候看到慧雄大和尚在门口 我就觉得很亲切 觉得非常亲切 我还不知道今天晚上是这样大的一个空间 这么空间盛况空间 会有人大和尚说 叫我说几句话 我心里很忐忑 很忐忑 也不知道说什么 所以心里就感觉说 哎呀 我是来学习的 来这里听佛法的 所以刚才叫我上来 我心里很紧张 但是看到大家都是一起的 在学佛的人 心里倒是我们用平常心 既然是平常心 我就是以平常心 心里跟大家表示祝福 表示祝福 一是要祝福 我们慧雄大和尚 毗鲁寺开山八十周年的 佛观普照 佛日征徽 祝愿毗鲁寺在慧雄大和尚的住持 领寺下 法轮残撞 同时也借此这样的一个殊胜难得的姻缘 祈愿三宝的加持 祝愿我们慧雄大和尚等下的佛法开示 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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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持保佑我们新加坡 法轻弹 新年消费 jungle的人..., 万神的什么 幸福快乐即祥 咀 Natürlich 祝愿在座的各位 华喜春满春满华喜 阿弥陀佛 谢谢 谢谢大会贵宾 中国厦门闽南佛学院 护院长 借向大和尚 谢谢 谢谢借向大和尚的献词 谢谢